哈喽,大家好 说起印象派的画家呢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莫奈 或者说是德加雷诺阿 莫奈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雷诺阿 雷诺阿全名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是一位著名的法国画家 也是印象派发展史上的领导人物之一 其画风呢,承袭了这个卢本斯和华托的一个传统 这两个人呢,我们之前其实都有讲过 对于女性的形体的描绘呢,最为著名 莫奈阿在印象派的绘画集团中呢 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个 比莫奈呢,也小一岁 她以特殊传统的手法呢 含起默默地描绘了青年语性的 柔柔而又腹柔弹性的皮肤和丰满的一个身躯 她虽然也画了不少的一种风景画 和天真无邪的儿童的一个形象 而裸体与妇女形象的这些作品呢 是她的一个作品的一个主流 1862年呢,雷东阿前往了巴黎 在夏尔格拉尔民家呢,开始学习美术 在那学习期间呢,她就遇到了莫奈 希斯莱,并由他们呢,认识了巴奇耶 跟塞尚,毕沙罗这些人 这些艺术家呢,最终呢 都成了印象派的一些核心人物 1864年呢,她的画作在法国沙罗呢 第一次展出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呢,也无法广为人知 在某种程度上呢,是因为当时 处于不法战争所引发的一些动乱当中了 1871年呢,《花莉公社暴动》期间呢 她在塞纳河办作画的时候呢 也曾被政府呢,误以为是间谍 而被拜托过 刚刚我们也说了,说起雷诺阿呢 就不得不说起她笔下的那些少女 名利,甜美 通过她的描绘呢,人物在画中呢 就可以眉目传情 她的脸和手呢,最为经典 其特色呢,在描绘迷人的一个感觉 从她的画作中呢 你很少感觉到痛苦 或者是宗教的一个情怀 但常常能感受到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温暖 如母亲 或者是年长的姐姐般的那些笑容 雷诺阿呢,认为绘画呢 并非科学性的一个分析光线 也并非巧心的一个安排的一个布局 1874年呢 雷诺阿以包厢这个作品呢 首次参加印象派的一个画展 这标志雷诺阿风格的一个成熟 后来呢,1876年呢 她又在红墨坊街的一个露天舞会的一个画中呢 用这种方法呢 表现了规模宏大的一个场面 表面上看呢 这张画呢 是描绘巴黎著名的露天咖啡馆兼无常热闹的一个欢快的一个气氛 但实际上呢 真正的主题呢 是透过树叶兼缝隙呢 照射下来的一个阳光 这阳光呢 照射在人们的身上呢 引起了丰富的光色的一个变化 充分体现了印象派画家呢 对现实生活的光与色的变化 一个高度的一个敏感 这就是雷诺阿绘画的另一个特点了 就是这个光斑 1876年以后呢 它的风格呢 就逐渐成熟了 作为这种风格的代表呢 就是游艇商的午餐 雷诺阿在这幅画中呢 捕捉到了大量的光 光线的主要的焦点呢 来自阳台的开放侧 戴着帽子的这个大个子的后面 前景中呢 两位穿衬衫的男子和桌布呢 共同反映了这种光 并分散到整个构图当中 雷诺阿的眼睛呢 其实也不好 因此反而能赋予作品 一种很奇妙的一个感觉 他和莫奈呢 其实都有一个 很特别相似的一个 眼镜的一个传说啊 无论如何呢 他们到最后呢 其实都把这个眼镜给摘掉了 爪而图向自己的一种想象力 在自己的脑中呢 靠上帝加持过这个神经 脑细胞啊 模拟现实 建立了各自的一个美学 音乐 同时呢 他还吸取了古典主义的 一种典雅的一种风格 追求人物表现的一种高贵感 除此之外呢 写实主义的库尔贝啊 科罗的这种光运感啊 德拉科罗瓦的一个色彩感啊 德加的一种韵律啊 都印象着雷诺阿的这种画风 因此呢 即使是画裸体啊 也是非常讲究这个视觉感触和柔和感 而且很多人物和户外的自然景色呢 融为一体 身在自然的阳光中的人物呢 又刻意追求这种典雅 雷诺阿的一生呢 都坚持在户外写生创作 给世人呢 一共留了六千多幅 充满光与影的一个作品 虽然很多大咖啊 都非常极力推荐这个雷诺阿的一些作品 但我个人呢 并没有非常的喜欢雷诺阿的一些作品 个人觉得 它的色彩呢 其实有点过于飘逸了 当然呢 这也不是绝对的 像游艇上的午餐呢 阳台上的梁姐妹啊 这些作品呢 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好了 这一期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